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个专题 我们的环境不同了 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你来说不同了 我来说已经做了几天了 是 OK 好 那我们来了 今天这个专题 其实是想讲一讲阿富汗经济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塔利班政权之后 那个国家怎样搞呢 还有中国有什么角色呢 继续和大家读一读一些基本资料 我先介绍一下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其实讲所有的事情 大家都是为了良知的 就是大家认为塔利班 是为什么这么和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改变 他们的空残的特性 但问题就是你要出粮 你要是 你要是国际 就是它第一时间现在 就是要先找钱 就是正如是在1911年的时候 他们推翻了 推翻了 就是说应该是新来革命打向第一炮 10月10日 接着第一时间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咦? 原来没有人出 没有人知道 是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就没有办法 唯有首先就是 找回孙中山回来 因为孙中山本来没有东西的 没有推翻 但是现在美国在资本 是啊,在美国在资本 好像是在托盘 我听说是 然后呢 他就没什么做 喂,回来 这个是筹款专家 谁知道孙中山也是空殼 所以孙中山就在这儿 跟三者物产 三者 三者 深刻 深刻后来就是 其实全部都是为良知 因为推翻政府第一时间 你先要有良知 美军队出不了良 是啊 所以他们整件事 现在 为什么要穩住整个局势 为什么要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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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么 因为他们第一时间要穩住 钱 所以现在 当然 他不可以说 那些钱就到了 可能有些缓载 有些什么 但是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说 经济问题 经济究竟有什么问题 他现在也是 因为整个洞乱 所有的东西 你一定要继续 他现在回来的时候 很多 军队是投降的 那你也要帮助军队 如果不帮助军队 明天就会造反 那些人 所以全部的问题 阿富汗的问题 其实是经济问题 所以我们就要说经济 说完所有东西都没用 如果有钱 他就能够搞定一切 那这个专题 可以作为阿富汗的良知问题 是啊 没错 好 那我说一下基本资料 那其实他的 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美金计 其实都是196.31 那这都是早一两年 即是2018年的数字 因为贸法局 他做 就是你知道那边有点乱 所以他做也有个 事有一个距离 那人均的GDP 就是545元美金 那经济结构来说 其实就是农业就占20% 工业就占20% 服务业就占50% 那我说不是呢 你再说一次 是 农业占20% 服务业占50% I don't think so 是啊 这个就是17年的 郭乐山长的结构 有办法局做的 即是有哪一个 香港办法局 我想香港办法局 正在郭布尔去做 是啊 应该正在郭布尔 因为郭布尔佔佔了大份 不 郭布尔佔佔了大份 就是600万人流 郭布尔佔了四百多万 还有其他那些太乱 他做不到 是的 所以你不要说阿富汗 这是确布尔的问题 你记住一件事 OK 我教你一个 我研究政治经济的一个基本理论 城市和乡处是两回事 城市 香港和城市比较接近 嗯 就是说 其实所有的城市 反而是一体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农村来的嘛 嗯 所以你农村的话 你大部分都是农村的话 你大问题 所以才是农村包围城市 其实从来都是农村 从来都是 城市和农村 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基本的结构 你才能分析任何的政治问题 即是香港 香港来说呢 中环和屋邨都是两回事 其实我估计这个 应该是没有计算到 那些计算不到的那些 不是,它应该是确保二的 告诉你 因为你不用计算不到 它应该是确保二的 所以你看清楚这些数据 你一听那些数据 你就知道数据有不妥的 你不能够抄些东西 然后自己不想 不用脑的 可以吗? 你一听就知道不是 因为它大概是农村国家 你记住原理 你一听 你一看 你抄的那些 你不会觉得不妥的 因为你服务业 有没有可能是50% 那件事 你首先 你抄个数字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个数字 而不是就这样抄下来 可以吗? 你也记住 你也记住 城市和农村是不同的 这是基本概念 你一定要 如果你死这样 你这样做的数字 你便会变成一个很蠢的人 可以吗? 是 好了 跟着呢 阿富汗又是内陆国家 他最近 这个天气问题有多严重 影响到他国内生产 他的内陆国家 你要讲一讲 是 他是没有出海口 是 即是他没有出海口 即是他没有一个出大海的地方 所以视为之一个内陆国家 这个世界上的内陆国家 就好像 譬如说外蒙古 即是外蒙古 即是蒙古国 那些就是内陆国家 即是你完全没有出海口 即是辽国 即是现在 中国叫老哥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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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窩 那些 全部内陆国家 就是没有出海口 所以他们很麻烦 因为他们没有海口 所以打出海口 比如俄罗斯 一直都想打出海口 或者不动港 常常都说俄罗斯想找 当年的时候俄帝俄 常都想找不动港 出海口 因为你 海运到现在都便宜些 所以出海口 你有出海口 你就贸易做好些 你没有出海口 内陆国家 很难顶 接着其实大部分 阿富汗人都要靠农业维生 所以如果那个极端天气 常常出现的话 那就很大问题 那你记住 你那堆数字 你都知道 他大部分靠农业维生 为何他50%服务业呢 这一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 他服务业很赚钱 不是 我已经解释了给你听 整件事 就是说 你要将 回来的数字 你要看一看 究竟有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要不然你就要查清楚 不是抄那堆数字 OK 好 然后阿富汗的天然资源 是极丰富的 有矿藏很多 有铜、菇、煤、鐵矿石 甚至还有做电池的锂 还有稀土 所以变成了这些价值 那些人计算是一兆到三兆美元 特别于稀土来说 外国投资方面 其实2019年 这个数字 世界人同的数字 就是外国的援助金额 是相等于GDP的22%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但是在之前 十年前 它差不多一半都是外国投资 而在阿富汗里 他们安保费用 都占了GDP的29% 比一般低收入国家 占3%左右 是比较多的 好了 那么基建科 低收入国家通常占多少 300% 就是安保费用 他因为有22%是外国的援助 所以实际上他只有7% 这个主要是革步2 其实美国就是控制了革步2 实际上其他外面 永远都是 所以你叫城市 你的基本概念就是 城市和农村 是完全两回事 通常你就是控制了城市 譬如你读中市 你读中市 读近代市 你会发现 其实日本人只是控制了城市 所以才被共产党农村包围成市 就算国民党 都只是控制了城市 所以农村和农村是一个 神熟的关系 村长随便交些东西 在必要时才会农村拉低 他从来没有直接管 只有共产党才能直接管到农村 接着他在基建交通方面 有8条是国际运输通道 连接了塔吉克斯坦 乌兹比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伊朗和巴基斯坦 五个轮国 主要有三条就是连接到伊朗巴基斯坦 和乌兹比克斯坦的通道 其实都在建一些铁路 不过其实都比较弱鸡 现在都是75公里 还有这个中巴经济走廊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们联报 都知道是想谈中巴 然后叉调过去阿富汗 帮他们也找到得好些 这个都是还在谈 他那个是这样的 他那条是 他现在就是 随此之外 他最重要就是阿汗走廊 你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阿汗走廊 这个阿汗走廊 阿汗走廊 所以最重要 阿汗走廊 是他和中国的唯一通道 那条是一个两周环山 中间可能是很窄的通道 唐三藏还会经过 但那条路 因为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用 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用 三个月封销 他才不建不了路 他现在建路 一年用了三个月 但问题是 那里是和中国唯一通道 那里是极度险要的地方 阿汗走廊 美国想打通 但中国觉得太危险 所以美国一直想和中国打通 但是阿汗走廊 非常险要 因为两边在崇山 只是中间一条走廊 所以大问题是 现在大家觉得 会不会通过阿汗走廊 就是一个军事 或者所有东西的状况 如果打通了 就要视乎他们怎么办 因为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通 即是大雪 一年只有三个月可以通 然后海运方面 刚才没有港口 其实都是靠巴基斯坦 和伊朗两个港口 如果那个瓜达尔港 建好之后 就成为阿富汗最近的出海口 但是它不是属于阿富汗 是属于巴基斯坦 是的 它属于巴基斯坦 是瓜港的 但是在瓜港 瓜达尔港是最大的 但是有很多巴塔 所以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所以整件事 它是想去保障和平 中国好像有些主军 至少有些军事 特利班的重要收入来源 其实在8月17日 特利班的发言人 在记者会说 我们就不会再生产毒品了 亦不可以被人走私 从现在开始 阿富汗成一个没有毒品的国家 因此 其实它的说话 后面那句就是说 我不靠毒品赚钱 那你另外贴回我 希望大家就国际援助 大家绑水 是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它的农产品 是很贫積的 它是土地很贫積的 所以它种羊肅就最好 羊肅很难 很难在地上生存 它也是一个农业国家 那你不种羊肅 它可以种什么呢 它人口增加是每年 大概平均是3%左右 是的 还有它们其实 那个人口的年龄 都比较年轻 就是大概19岁左右 你很容易计得出 因为它大概 1979年的时候 人口是1800万左右 现在是3600万 就是说人口是翻了一倍的 它很稳定维持大概3%左右 之前就是1980年代 苏联崩溃之后 19192之类 苏联崩溃之后 好像是试过是 有几年六七% 之后很稳定3% 3%增长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现在说 3600万人口 每年是增加100万人口 是的 所以大家了解了阿富汗的经济情况 基本数字 其实当中 我自己看 好像近来大家都在看 就是中国因素有几大影响 或者是中国的投资会不会去 因为好像在内地有些 就是做一些海外投资 或者海外的一些 贸易或者一些建设的一些公司 股份是有上涨到的 就是股价有上涨到的 所以大家也很关注 就是中国的公司 会扔光出去 阿富汗的问题 他可能会在巴基斯特上 建设的 阿富汗 我最重要的想说 就是阿富汗的问题是 你无论阿汗走路 或者它的抗产 你没有露出 而建设的 当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股票 有一个叫做天下第一妖股 但是现在已经是 叫做蒙古能源 现在是重量了 现在有没有重量到 就是妖股 不是 一只妖股 你不可能永远是妖股 你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妖股曾经一次市值 当你一次市值 跌到一只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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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九九九百分之时 很难继续跌下去 就是你说影响你不大 妖股一定是影响你很大 影响你很大才行 所以现在这样的状况 他影响你不大便不行 其实大家当时 很记得 当时的人去看 因为那天股票是升了 有五毛子 两毛子 两毛子 一年之后 就是陈振聪炒 就是炒了十九多元 所以非常妖 当时他提到蒙古有极大的矿场 那裏是值幾千億的 接著大家坐飛機去看煤,打了個圈 接著大家百萬投資 但到最後發現原來蓋上路貴過煤 所以到最後就搞不成 但問題是大家從此之後就知道原來要蓋上路 原來是蓋上路的 你知道內陸的國家很少水資源豐富 那你其實開採的礦呢 要很多水的 問題是他怎樣做呢 我不知為何中金有投資過的 好像現在還有的 千萬不知幾十年那些東西 但問題是我不知道他怎樣交發 因為阿富汗是一個水源很缺乏的國家 但是他人口增長極度信速 所以他一定要先控制人口 但醫生人國家很難控制人口 所以整件事有少少好死症 其實有方法就是 你逼一些人出來做事 即是做正行 那些知識說明看過有些錢 那你不會生那麼多 他自己的說明是高了 他自己的說明大概是現在 好像是負類的知識率 你會見到阿富汗 所以你看到的數字是錯的 你一定要分析那個數字 為何兩個數字會有互相矛盾的 你一定要看 如果不是你看 你一定要看數字之間 你逢真分析問題 為何他說 他一邊說他婦女的識識率是37% 另外一邊就說他的文盲率是10% 文盲率只有10% 文盲率只有90% 所以他打不到那些兵器 用不到那些武器 文盲率是90% 用不到 他說因為他文盲率是90% 用不到那些武器 所以你給一些美國 給一些先進的武器 他都沒有用 那些男人多過女很多 所以是90% 怎會男人多過女很多 我就是不知道 是呀 這個世界上很難 男人少過女很多就行 男人多過女很多是很難的 男人少過女因為死人 要是打仗 他這個原因其實他文盲 其實他識字率高了很多 只不過在美國心目中 他的什麼叫文盲率呢 就是英文 沒錯就是詩文 那些人不詩文用不到美國武器 但是塔利班就是 他只是教傳統文化學校 他只是扮學出身的 很難驚 很難驚 因為塔利班的意思 好像看新聞官是學生的意思 學生的意思 可以說多一點 就是中巴京的走廊 就是中國建的那個 其實他是公路 鐵路 那些公路 遊戲管道 光纖 四位一體的通道 那莊中就包括一些工業園 自貿區和網絡 那如果他可以延伸出去 或者他寫少少個阿富汗的話 那我應該就真的發大財同流 誰啊 中國 他怎樣寫出去 不知道他怎樣 那阿富汗做些什麼 你的工業園 那你真的做些什麼 即是他怎樣 我看不到他還可以做到什麼 首先你要做些什麼產業 難道叫你做華為 難道叫你做高科技 你做不到 其實都是這樣 那你 那你 那你不就是工業 要開採 是不是 所以你想來想 你那些事情你要清楚 那他結果 他為 就是通常 如果這些是做些很垃圾的輕工業 出身 但他也沒有那些基礎 通常就是開採資源 或者是提供一條路 但是到最後都是要蓋路 沒有路就不行 到最後 你有一條路 譬如說 經碰雲走廊 就比較好一點 但是問題是 中國不會放心給你阿富汗走廊通 因為你 除了只有三個月 太沒有經濟效益之外 都本來都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你怕通了阿富汗經濟 在阿富汗的政經未穩定 未跟中國結盟之前 他不會棄的 那你唯一就是 巴基洩下 但巴基洩下就不穩陣 所以那個路的問題 很大問題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你都要出口些 第一個副總統又回到北方聯盟 又重整旗鼓 這個是這樣 我第一天都說過 副總統的狀況就是 阿富汗從來都沒有統一一個國家 阿富汗從來沒有統一一個 阿富汗是塔利班 塔利班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現在的政府 就是因為當初的時候 他剩下一成的土地 讓北方聯盟是 保持住的 因為普什圖人只有四成人口 那麼他打了九成的 他已經很好的 美國是幫北方聯盟開路 打回去 所以北方聯盟就做了一個執政 執政是什麼 他的聯盟其實挺好的 很多黨派 那麼他做了 因為很多山區都整完了 所以塔利班 現在他都還沒有回到以前的時候 全盛時期 美國2000年的時候過一個狀況 他現在的政治穩定力 還比不上2000年 所以 我很懷疑他能不能剿面島 這個第一天已經講了 他是第一 他是 既然當初2000年的時候 他就剿面不了北方 剿面不了最基本 最後的勢力 現在都未必會消滅到 即是說 有些人是 富裔環抗的人 已經是跟那些人 跟塔利班的血授 那阿富汗 去回到他良知問題 應該怎樣搞好呢 我相信他 如果他能夠做到一個執政聯盟 能夠補充到 這個是政治問題 就是政治分裝能不能分得 分得雲巡 而政治分裝分得雲巡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肯埋下更大的炸彈 就是你讓人 你讓人 你讓人 我打回來的天下 你自己要少些 比別人要多些 但問題是 你給別人要多些時候 你自己不服 你自己就 沒有安全感 亦都是你自己的實力 會減弱自己的實力 你只要肯減弱自己的實力 你就可以做一個政治聯盟 但你減弱自己的實力 你就可以做一個政治聯盟 你就不可以達到 但不是你的實力 你要再由頭再做過 要再由頭再執拾過 所以當初的時候 蔣介石就是這樣的狀況 蔣介石就是 蔣介石就是 他一個側出聯盟之後 他唯有去剿共 他要剿共 然後呢 才去一路 拿回 所有的軍隊 才能夠成為國家真正統一 阿富汗需要一場 你要是對內 一些整肅 但暫時是整肅不到 因為就是對外 要不然他搞不定 我們是知道 政治獨立史是需要 知道一些general rules 你知道那些是行不通的 譬如你民主政權是行不通的 那些東西 你需要一些獨裁 需要一些什麼 但問題是 你說你就容易 你需要這樣做 你真正做不到 你真正做的時候 實際上你說就輕鬆 我們在那裏 說話就輕鬆 但我知道實際上 運作那次很高超級技巧 即是每一個不停有結 要拆解的 那他要拆解那些結 那會是有很大問題 但是我想說 今天的問題 中心就是 他們最重要的是搞經濟 搞定經濟 經濟發展的話 大家都沒問題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 其實是倒策與毛 通街 你如果出街1990年的時候 他還有些倒匪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 上我的網上會看到 應該 那個收費網站 中國到了1980年之後 是有很多人 或者是上我政治堂 我都知道 是有很多人做皇帝的 自己稱之外 你猜不到 1980年之後 大概十幾二十個人 是自己聚集了一個村 然後自己做皇帝的 你真的猜不到 中國在1980年 八一八二幾年 其中有一個就是 霸了三個院 霸了三個院 八幾年 不是在四幾年 八幾年 他因為中國有計劃生育 那他就說 他的政綱就是 總於任生 任搞任生 而他身體力行 首先就是霸佔了醫院 八折了醫院 然後就是 他八折了醫院 然後就是 自己搞殺所有醫院的護士 你說好像笑話那樣 然後到了最後 就當一半了四年 但是問題 你到最後都在這裡打 就是你會發現 你好像中國 到共產黨 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都要是 都要慢慢消滅 其實中國共產黨 就算是1949年之後 到最後 真正撤出 在周生群島撤出那些 國民黨是1955年的事 你是要搞很久的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專題 都到這裡了 好多謝大家 拜拜 好多謝大家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和subscribe 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還有希望大家 利用大家的社交媒體 將我們的頻道的連結 傳給你的親朋戚友 等多些人關注 和多些人看我們的亞洲電視 多謝大家 好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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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